截至尽头带到节安乡待会的定期大会 节安乡待会第26届第6次的定期大会正式开议了 26号上午节安乡长游书甄是率领公所的客室主管来列席 并且以就职签日成果来进行实证报告 节安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6次定期大会正式开议 主席邱美云首先肯定乡公所在防疫工作的努力 也提醒希望代表会同仁本于职责检验市政成居 同时策略未来让市政可以更确和实际 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时期 本乡各项防疫工作获得乡民的肯定 除了要对公所团队的努力以及能力给予肯定外 感谢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的付出 及乡民朋友的配合 希望让大家尽快平安度过疫情的冲突 回到常态的生活 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六个月仅召开一次的定期大会 为期包跨离假日在内仅有短短的12天 希望在座的各位好好把握定期会所定的时间 踊跃地准时的全程出席本次大会 希望大家把握会期时间 建言乡政提升棍政品质 作为公所为民服务工作的指标 吉安乡游淑貞也以吉安乡的建设是共购协力式的多元建设为主轴 从建设、环保、社府、艺文、多元族群等面向向代表们进行市政报告 鼠贞上任一千年三十七天 千天的努力 千万的感谢 当然我们吉安乡也发动了千万的雄兵 在作为一个建设铺层的工作 谢谢我们很多协力的志工 无论是在环保志工 或者是社区健康动能的志工 以及分散在各个社团群组 甚至是每一个角落的志工们 谢谢 感谢共启我们吉安的视性健康以及安全 在吉安的建设 我们聚集了非常多的一个能量 谢谢中央 谢谢县府 为我们遗住的地方铺层建设的工作 在我们整个路坪 超过32万方的这样的一个平方公尺 来作为一个路坪的建构 我们的电灯随即晨爆 随即发亮 我们相信我们没有误差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是最重要的 倾听民意最为重要 倾听民意做好建设 这更是吉安乡公所择无旁贷的工作 游淑贞感谢代表会的友善监督 给予各项市政方针鞭策和指导 而代表们的建议 一定会作为乡镇业务推动的重要餐桌和依据 秉持携手团结协力的精神 要打造缤纷吉安 乐活乡成的新亮点 借我们圣吉安乡报导